我们讲说起F-16 这是世界上生产数量最多的第三代战斗机 同时它也是改进型号最多的战斗机 而且它有一些显为人知的黑色项目 这当中就包括非常著名的F-16 XL 那么这架飞机我们讲 从侧面看和传统的F-16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一旦说要飞上了天空 它能够展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在它身上 也曾经还验证过美军最先进的F-22 F-35 一些非常关键的技术 那么堪比四代机的超级F-16 究竟都有哪些独到的改进和性能 让人们念念不忘的 1982年7月3日 美国弗吉尼亚州蓝绿空军基地 一架F-16战机正缓缓从机库内探出头来 灰色的涂装与其他战机并无脸的样 但是从现场的戒备来看 这架飞机无疑正处在高度的保密当中 显得十分神秘 经过十几分钟的准备 这架F-16从跑到尽头飞入天空 另类的轮廓在阳光的照耀下 显得十分可幻 直到此时人们才明白 其神秘气息的来源 原来与普通F-16 切切三角形的主意完全不同 这架F-16安装了一对独特的 曲线践性机翼 使得整架飞机的形状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实际上早在1974年 生产型F-16AB全尺寸发展工作刚结束 通用动力公司就开始着手 F-16后继机种的研制工作 希望能够制造一种不开加力 就能够实现超音速巡航的飞机 经过反复筛选 最后选中了用五尾三角剑形机翼的布局 并将其命名为F-16 XL F-16 XL的机翼面积 是标准型F-16的两倍 达到58.5平方米 这种独特的机翼布局 不但能最好地保持F-16原有的压音速性 而且还能更好地减少飞行损力 提供进一步改进超音速和低速大营角性能的余地 从1982年7月3日开始 通用动力公司先后制造了两架F-16 XL样机 投入试飞 共飞行了798架次 900多个小时 值得一提的是 F-16 XL设计的初始目的之一 是探索或开加力进行超音速巡航的可能性 但是数百次试飞 却从未实现这一遇到 首先就是原来F-16设计的时候 是准备做一种轻型的制空战斗机的 所以它的很多的设计 就是在考虑到的是机动性 中低空的机动性这样的空战 那么后来你要超音速巡航 那油耗就更大 所以它首先把机翼扩大了以后 这个内部的油箱相当于增加了 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要携弹 对地攻击需要载弹量增加 那么肯定要提高升力 这个是和原来的空战要求是不同的 那么它这个机翼面积增大了 也是为了增加升力 还有就是说机翼面积大了以后 它的这个机翼下方的挂点就可以增加 那么这个对于提高载弹量来说 也是一个好事 那我们讲说到F-16在它的大家族当中 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之外 还有一位应该说是更加另类的一个改进性 究竟是谁呢 我们马上通过短片去看一看 1971年 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 向通用动力 罗克维尔和格鲁曼三家公司 发布招标信息 计划采购新一代前略翼技术验证机 随后 通用动力公司提出在当时正在研制的 F-16战机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设计 制造一架划时代的前略翼战机 工程师们研究了多种方案设计 其中包括压抑加后置前略翼布局 最终提交给美国国防部 先进研究项目局的设计 沿用了标准型F-16的起落架和机身组件 但稍微加长并增强了机身 以便安装前略翼 并将其命名为F-16SFW 与此同时 格鲁曼公司则基于出口型的F-20 五砂战斗机的机体 发展出小型的X-29验证机 与F-16SFW展开机率角逐 有趣的是 据资料记载 X-29A上的16%的组件来自F-16 甚至包括至关重要的 线船飞控系统 这足以说明 F-16在改装前略翼验证机方面 具有难以比拟的先天优势 实际上 F-16SFW独特的前略翼设计 大幅降低了飞机的阻力 并改善了低速操控特性 同时也减轻了重量 其效果已经在俄罗斯苏斯奇 金钓战斗机的身上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然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 在经过近十年的全面对比之后 1981年 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 最终否决了 F-16SFW的设计方案 而是选中了格鲁曼公司 基于F-20设计的 X-29A验证机 这可能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技术考虑 就是觉得之前用F-16做机体 做基础做的改进的验证机 已经很多了 那么在达帕内部有一种观点 就是觉得F-16的机身机体 你把它多改装又改装 能学到的东西其实是有限的 那么不如用F-5来再试一下 因为F-5在F-16之后 就是等于是拿来代替当年出口的 大量的轻型战斗机的 这一种改进型 那么本身就是像F-20 F-5这个系列 就跟F-16走的是 等于是另外一条技术路线 在当时有可能会带来 完全不一样的技术的收获 那么这种情况下 达帕最后最后决定 就是拿这个东西做机身 然后改前列翼来试验一下 前列翼在那个情况下的一些收获 或者技术上的这种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可能主要还是因为 达帕内部的一些技术路线上的争夺 那我们讲除了刚刚短片里提到的 这种前列翼机型之外 其实F-16还做过这种垂直起降型的战机 但这都不算什么 让人最出乎意料的是 F-16曾经还推出来一款 能够在航母上进行起降的舰载版战斗机 究竟有什么警告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上个世纪70年代 针对第二代战斗机在越南战场上的糟糕表现 美国空军提出要研制空中机动性强的 新一代轻型战斗机 因此YF-16应付而生 不过与它同时面世的 还有一个名叫YF-17的竞争对手 它是由麦道公司轻力打造的先进第三代战斗机 双方经过激烈争夺之后 1975年1月 YF-16终于击败麦道公司的YF-17 成功进行成为F-16 拿下美国空军数千架弹弹 不过就在此时 美国海军又提出研制新一代航母舰载机的需求 于是F-16和YF-17 重新陷入了一场激烈的生死大战 为了彻底击败YF-17 F-16的设计团队 大胆采用了大量的前卫技术 着力提高F-16的耐辅实性和低速和定性 以便在复杂的航空母舰甲板上降落 据媒体报道 F-16为了上舰所采用的新技术 高达300多项 其中包括用钛合金打造的尾钩 和几乎重新设计的起落架 与此同时 F-16的竞争对手YF-17 也在进行类似的赶进 1975年5月 美国海军宣布 麦道公司为未来海军舰载机的主承包商 这意味着YF-17终于成功逆袭 痛快地将先赢一场的F-16展触往下 对于F-16竞标海军舰载机的失败 外界普遍认为 主要是由于该机采用了单发布局 无法应对海上飞行的复杂局面 一旦在起降过程中发生空中停车 将会酿成无法预料的远程局面 那么当时航空母舰上的远程的制空 是F-14来搞的 那是一种能带远程空空弹的战斗机重型的 那么它负责把敌人的轰炸机 拦到航母的安全范围之外 它要求它的航程远 雷达大 导弹是那种远程弹 那么这样的飞机对舰攻击的任务 它就干不了了 那么对舰攻击任务就得压在F-18上面 所以F-18本身就是FA-18 它还有一个A字 就是它是攻击机和战斗机 那么它的性能 其实把战斗机的性能给它折掉了一部分 速度也不是很快 但是偏重攻击 那我们说 在海军面前 YF-17的胜出 应该说就成就了之后的FA-18 一代航母舰载机的传奇 同时它也终结了F-16上舰的一个梦想 但是我们之前也说过 石锅镜牵 现如今的F-16 又推出了一个最新的改进信号 2013年9月19日 一架QF-16无人靶机 在地面操控员的引导下 从佛罗里达州的停德尔空军基地起飞 进行了为期一个小时的长任务抛面飞行 包括起飞 做一系列模拟机动飞行 超音速飞行 最终成功返回基地降落 实际上 美军近年来 正在启动一项规模庞大的改装工程 计划将大量退役的F-16战机 改装成为无人靶机 并赋予他们QF-16的编号 作为新一代全尺寸马机 QF-16凭借着出色的高机动弘力 开始登场美国武器测试和战术演练的舞台 该机可以真实地模拟 当前世界各国现役第三代战斗机 包括苏-27 格米格-29 使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飞行人 及时体验到空中对手的各种潜在威胁 并通过演练各种战术 寻找到获得空中优势的制胜之道 据悉 美国空军预计将生产126架 QF-16无人机 其中第一批6架已经交付使用 在其他国家还在为装备更多的三代机 绞尽脑汁的时候 美军已将F-16当作靶机来使用 他们的财大气粗确实让人陷入 这个主要是可能要用F-16 来模拟一些特殊情况下的 一些飞机的飞行的状态 因为你也可以去做专门的靶机 但是不是所有的靶机都能够模拟出 战斗机的所有的性能 因为你像F-16的机动性 中低空的这种缠斗的性能 这些东西都不是一般的靶机 能够模拟出来的 所以有可能他就是为了 用F-16改装成靶机之后 模拟就是这个级别的 这个水平的战斗机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我能够做什么样的动作 在做这样的 比如说规避动作 各种各样的这种动作的时候 你的防空导弹 是不是还能打到我 这个我要测试 这其实是对自己防空导弹部队 一个更高的要求 其实也是相当于 用更爽真的 更逼真的 这个战场的环境和对手 去磨练自己的这个防空导弹 或者说是战斗机部队 那这个其实是 可能他们用F-16 来改装靶机的一个主要的想法 那我们讲应该说在想象当中 这些个被改装成为了 无人靶机的F-16 确实他们都是在一声爆炸当中 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话又说回来 对于有些F-16来说 即便说变成了无人机之后 它呢还能完成很多的视频 最近什么情况 我们继续来关注 2013年7月10日 美国弗吉尼亚州附近海域 一架X-47B型无人机 成功降落在 乔治布什号航空线上 被誉为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不过就在X-47B 成功在航母上降落的同时 数千公里之外 通用动力公司推出的 F-16D-R双模式过渡无人机 首次曝光 据媒体报道 通用动力公司计划 将现有的F-16 改装为无人空战战斗机 作为X-47B服役前的过渡机者 从外形上看 该机相比传统的F-16 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不但去掉了飞行员的座舱 而且两侧机翼的长度 也已经大大加长 载弹量也随之大幅提高 如今 世界各国正在大力发展 各种无人机 每年新推出的产品层出不穷 然而 这些无人机 大都只能执行一些 相对简单的侦查 和对地攻击任务 而对于未来用于空战无人机 由于技术上的程度 各国显有设计 而F-16D-R 出身传统的战斗机 具备优秀的空中机动能力 和强大的雷达 自然会成为 未来空战型无人机的 最佳选择 F-16 是当今世界 最为知名的战斗机之一 其优美的造型 和优秀的性能 早已深入人形 在F-16庞大的家族中 不乏一些另类的变形战机 这些变形战机 有的成功 有的失败 有的甚至只停留在 图纸阶段 便匆匆夭折 但不管怎样 正是它们的存在 才使得F-16战机的未来 更加精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